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次我們來到第五刷第四課最後一課 內容是關於城市發展 以及濫用資源對我們有什麼影響 上一課我們學了養份的循環 以及氣息的循環 而今課第一樣東西要教大家的 就是一個新的詞語 叫做都市化 都市化這個詞語有很多意思 不過我們在這裡學的意思就是 一個農村 讓農村慢慢現代化 即是由農村慢慢轉變成城市這個過程 我們就叫做都市化 都市化很多時都會為附近的生態環境 帶來一些負面的生態影響 我們看看接下來的這段動畫 森林裏面有各種動物和昆蟲在這個地方居住 有猴子 蟲鼠 雀仔 森林為他們提供充足的食物和安全的棲息地方 吵嗚嗚 他們本來在這裡住得很安静 有一樣 我要在這裡發展城市和工業 這裡有那麼多船木和土地 我們可以充分利用他們 屎曲林 我们家被人破坏 我们要搬去其他地方住 人类在这片原本是森林的土地上建成住宅 又兴建工厂,进行各样的生产 人类不但发展了我们的地方用来生产和居住 还将我们的水源弄髒 他们将很多树木都斩下来 我们的食物不够了,我很肚饿 森林被用来发展之后 卫生物提供食物和棲息的树木也越来越少 人类经常把树木斩下来 我现在没有稳定的居所,要四处避难了 由于棲生的地方被破坏 动物被逼迁移到其他地方 有些动物因为未能够适应新环境而死亡 另一方面,工厂排放出来的气体造成空气污染 也影响到其他动物的生存 为什么找不到小鳥?我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 再找不到小鳥,我会饿死 现在很难找到小鳥做食物 我还有什么可以吃呢? 森林里面有些动物未能够适应改变了的环境 或者是由于他们的粮食越来越少 令到他们的数量也不断下降 自然界的食物链受到破坏 其他生物都会受到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 生态环境失去了平衡 段片里面也说了 大量堪伐树木之后 很多动物都失去了棲息的地方 也令到他们的食物减少了 同时城市发展带来了空气和水质污染 也破坏了动物的生活环境 令到他们的物种数量越来越少 而世界上慢慢有些动物甚至会变成嫌疑物种 嫌疑物种的意思就是它的数量已经变得非常稀少 差不多去到灭绝 就是完全没有了 书里面就用了一些例子 包括黑念疲劳和鹿海贵 而在书最尾的副页里也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例子 就是中华尋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翻阅一下 说了这么久,究竟都市化是否真的百害而无一利呢 如果真的,那为什么人们要这样做呢 相信大家都接触过 有很多人还生活在很贫困的农村里面 他们的生活环境非常之差 他们住的房屋非常简陋 也可能没有电力或者干净的食水使用 长期在这样的环境生活 身体自然就会差 也很容易生病 但是生病又不会有很多医生给他看 也不会有足够的药物 加上农村的交通通常都不是很发达 就算他有病或者有别的事要去其他地方 也不会有很好的交通工具给他使用 那里的居民很多时候都要长途拔舍地 去到附近的城镇才找到医生 或者才找到他们需要的日用品 但是当农村都市化之后 交通发达了 人类去其他地方都会容易了 社区设施都会好些 包括医疗 公园 或者学校等等 除此之外 现代化的家居也会提供水 电力 和更加先进的家居 大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条件 和生活质素 最后还可以令到国家的经济 可以发展得好些 人民也会富裕些 所以想深一层 都市化是有利亦有弊的 所以我们在整个都市化的过程里面 其实要平衡着保护环境 和社会大众的需要 来到这里我们做一个小总结 城市发展会破坏生态环境 令到生态环境失去平衡 在规划城市发展的时候 然后要平衡社会 经济发展和环境的保佑 减低对自然环境的破坏 这种平衡着两方面的发展模式 我们要叫做可持续发展模式 我们现实生活中 有没有一些实际的例子 现在和大家一起看看 现在越来越流行这种 叫做绿化墙的建筑方法 这样种植物可以降低 吸热面的温度 减低热度效应 换句话来说 可以令城市没那么热 另外种多些植物 当然都可以用光合作用来改善空气质素 除了绿化墙之外 另一种现在很流行的方法 就是空中花园 又或者 在天台中种绿色的植物 在天台中种绿色植物 可以减低 天台吸收阳光的热力 令到整栋大厦没那么热 尤其是紧天台的单位 除此之外 平时天台很多时候都是雕空 这样都可以善用空间 也可以绿化环境 建筑物的天台除了可以用来种植物之外 另外一个很环保的方法 就是放置太阳能板 好似这里的例子 它在大厦的天台放了太阳能板 那些太阳能板吸收了的能量 就可以为这栋建筑物提供电力 而减低用化石燃料产生的电量 最后一个例子想跟大家讲的 就是生态桥 书里面已经有一个例子 就是新加坡 建了一条生态桥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在意 但是高速公路 其实是严重影响着动物的生活 首先高速公路就像一把刀 把动物的居住环境切开了 动物很多时候 为了由一边去另外一边的时候 要被车撞伤 甚至会撞死 久而久之 动物就找不到适合的食物 又或者找不到自己的配偶 建了这些生态桥之后 其实很简单 就好像我们平时走过马路的行人天桥 令到动物可以平安地 由一边去到另外一边 就好像我们过马路 这个做法就可以确保 人类可以继续有道路使用 而动物也可以安全地过他们的生活 减低了这些道路或者高速公路 对他们的影响 讲完城市发展之后 就要讲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过度使用天然资源 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讲的 就是南用天然资源 这里有一个香港的例子 想给大家看一下 1950年代 至1970年代间 香港海域 有多个资源丰富的渔场 当时 渔民到这些渔场捕鱼 往往可以满载而归 是 四几年至五年 50年代 那时 那时 很多渔民到鱼 我们本身 都拿到那些道重椅 拿一意清庚一天的 拿到香港很便宜 那时拿到鱼 多数去中国 那边去卖 就这样 一路做生意 那时做裸鱼 都很饮食 都挺好的 很多鱼 我们西区的移民 法国那些鱼 震震小 由百多年 直到九零年代 震日没有鱼 震震小了 不知水质不好 那时 没有鱼 我们全部移民都战航 去做油顶 就是这样 1990年代 屯門的渔民 亦发觉 鱼获稀少 可见香港海域 鱼类资源 已经宽献 大家都可以看到 在香港本地 已经发生了 过度捕鱼 和破坏了 他们的棲息地 令到 鱼的数量越来越少 除了过度捕鱼之外 过度砍伐树林 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全球每年 差不多有7万平方公里的棲林被砍伐了 大约有多少呢 就是每分钟有20个足球场那么大的棲林消失了 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人类对木材的需求越来越大 用来做家司 或者用来做纸张 加上天天不守规矩 不停在偷偷地斩树 令到这个问题 一直都无法改善 还有一个最严重的问题 就是有人在偷偷地买卖一些嫔疑物种 当中可以是原本的动物 又或者是用他们的身体部分来做的制成品 例如橡牙 老虎皮 西牛角等等 所以有很多国家 包括香港 都有立法禁止售卖这些嫔疑物种的产品 来到这里又做一个小总结 人类过度使用动植物资源 令到有些物种频林绝种 影响生态平衡 我们要珍惜动植物资源 拒绝购买一些 由频林绝种物种所制成的产品 作为一个普通的市民 我们可以做的包括 保持环境清洁卫生 尽量不要食用一些频林绝种的动物 去到郊外地方的时候不要伤害野生动植物 还有当然不少得减少制造废物 来到这一课的尾声 我们回顾一下这一课我们学了些什么 在这一课我们学了生物如何互相依存 包括食物链 养分和气息的循环 我们在这一课也学了 城市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以及过度使用动植物资源 会对生态有什么影响 最后当然就有保护生态环境的方法 如果你发觉你有些概念是不清楚的话 可以看回之前的影片 今次的课堂就来到这里 请大家努力完成你的功课 拜拜